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天3月2日,这是今天第五场多报点评节目,给大家谈谈新消息啊,一个是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原发是青海日报的啊,讲到青海开始这个招人招聘,招聘会,起这个题目叫什么春风行动,就春风覆灭啊,因为现在这个 外商分身撤资,工厂倒闭,这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所以很多人呢,非常躁动啊,因为导致社会不稳定,春风就想个办法,干嘛呢,就是大户友啊,搞了一场运动,3月2号,就在青海啊,他这么几个部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还有什么呢,民政厅,农业厅,卫健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总务会,共军团, 互联,工商联,西安,西宁市人民政府,一共10个部门,联合行动,举办了一场,风风烈烈的专场,高聘会,你看这大户友,你看这里,经济形势如果是好的话,这里形势,经济也不是太好,美国比较好啊,你看他哪有什么招商会,没有, 你要想,这个找工作,就在网上,打上他那个就是那个公司的地址就行了,有的是啊,或者你自己登门也行啊,因为有些餐馆门前不都挂一个告示,说招聘什么洗碗工啊,有的时候我到唐仁街,唐仁街现在招很多这个,就后厨,帮厨啊, 我要年轻的回去准备去干一干,我年纪太大了,他不要啊,要我都准备帮助,那一个月也是两三千块钱,不挺好吗,就是啊,你也不一定每个每天都干啊,一周打三天功能,过得很潇洒的,是吧, 你也要是收入三千,加币,和人民币多少钱,是吧,也很不错了,我要讲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搞这东西,就是政治体制,一级撇上级,下级撇上级, 因为什么现在经济形势不好,西平就没有别的招,怎么办,他也不想下台,其实现在啊,就他辞职,你任何事,都好,如果他现在开个会,说这干了十多年啊,干的不好啊, 就是感到惭愧 就准备退下了 年纪大了 保证这个股市 房市 惠市都能 也不能说这个 这个二往上窜 最起码多少能好转 对不对 你看现在哪有希望 还是他说了算 整天都是这些假 怕空 怕忽悠 这一看就是 上级布置的任务 说经济不景气 怕这个大学生闹事 怕这个社会不稳定 怎么办 你各个部门都招人 你说招人往哪里招 你首先得有生意 对吧 有钱进 有项目 有工程 有钱赚 你才能招人 你要不招来以后 一个是他企业法院 不愿意招 招完都养着 因为现在要招人 和以前不一样 我记得那时候 咱们也听见过人 都不是太严格 现在都必须有 劳动保险 医疗保险 那很严格的 签订合同是五年十年 搞不好人告你 加拿大就是啊 加拿大有时 你招人容易 是最可难了 这就不是开玩笑的 养一个人 在这里是很慎重的一个事 你要招出一个事 还得讲出理由来 还得 他得有那个什么 叫世界保险金 是吧 他七个月几个月 这部门还得养着他 找到工作以后 你才能先解释 我不太懂 因为本人来的时候 比较勤奋 文人就靠 那就靠写稿 听着哪有稿费 他就投稿 写片文上一签字 才二十块钱 到五十块钱 那时候王建民 办个新闻月刊 连谱 其实就是帮帮我了 月稿 给的稿数比较高 我们现在香港根本都没这个杂志了 就得饿死 这个是吧 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是个忽悠 就下级片上级片 上级片党中央 党中央片习近平 反正上门肯定就报个数字 因为你开这种会 肯定是叫协议招聘 他都设了一个台子 一个台 他就招商会 一个部门 去了以后 问你哪里来的时候 比如说辽宁大学毕业 你学什么 新闻系 好 现在留个电话 这个算招了一个人了 你回去等着吧 简历交上去 一看就是偏 还有甚至 我听说还有造假到这个程度 为了使上级满意 假装录用你了 说好了 试用期是三个月 三个月我给你撤退了 他就为了应付上去 招了三十个 实际一个也没有 没有工作岗位 老板怎么办 上级老来找茬 你又不知道罚 税数方面给罚你 因为这个政府部门 在中国国太厉害了 政府叫你干嘛 你必须干什么 你不干 不干整 就包括这炒股 要意思 不要卖 只要买 你要卖的话 卖得抓 就这么简单 是吧 所以搞的现在 就乱七八糟 他越这样越完蛋 你看这个文章怎么讲的 说今年那春风行动 你春风送港 促就业 精准服务 助发展为主 一看这大富有 你就想送什么港 你首先没有生意来 你这个 这个大风的拐了钱 是吧 你要生意好 那时候我记得 我刚开始闯深圳的时候 那时候说心里话 你到深圳去看 电影剧都是公司 澳洲都是这个做生意 真是红火 那房地产 搞得真是热烈 你像在那个国贸大厂门前 至少有那么 三五个就是看楼的车 就要看物业 就可以拉你看物业 到那到关外去 不急 这些地方呢 房子特便宜 花个四万到六万 就买一百平方米的 我都去看过 因为我好奇啊 没有钱买 也跟着车去看看 反正那车是免费的 搬旅游了 我就上去 我就看那房子 当时想 还有我天 这要是有个几万 我先买个一百平方米 住这里 也没什么麻烦 办个便房通行证 就可以进深圳 你再进了深圳以后 你再去看看 生意好得不得了 你看还有这种生意啊 你比如说你在大连到深圳 你没有便房通行证 是吧 你要到便房去 办通行证 刚开始 来找副市长批啊 主管外经外貌的 洪运弄得给你 全资 你才能办 多严呢 就像进外国一样 就出境了一样 到深圳 那时候咱们 还没去过香港 傻了巴基的时候 你想想 完了 咱们每一次手 都在找这个便房检查站 后来全力下放了 便房检查站 也可以给一个证 那个证还不能伪造 你必须有这东西 假如一旦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看深圳活跃到什么程度的那个年代 我就知道什么叫开放搞活 你只要给他点钱 你就到那个就是官外啊 比如说那部机械这些地方 就有那个人就是 就在那官外里边就是摩托车 带个头盔啊 说大哥先生 男女女都有啊 先生坐上来 拿五百港币 给你送过去 这等于走私一样 就给你送到深圳 你到了深圳以后 哎呀 那像到了国外一样 咋不是去你问他 是吧 咱现在那时候香港 那都不敢想 是深圳 到了深圳呢 那个民族文化村 是吧 你看那个大福哥 我说为什么我呢 头脑 我这个人特别 我跟你讲特别的 善于畅选了 我一看他大福哥 哎呀 这个大福哥 这香港人也能看到 深圳也能看到 就看那个 就在那个 哎 民族文化村那边 我就我就问 随紧接的大连 日文企业叫大清金属有限公司 哎呀 我回大连就找这个老板 老板说我是好朋友啊 姓范 你这个太厉害了 你这个深圳大福斯 你见 我说 这个是我见 哎呀 我这个太好了 这样我再做个好事 我就后个见 那个营城 那个村长 曲宗师 老曲啊 那个人没什么文化 但那个人特有思想 了不起 那个人 仇的整天 他那个 那个村子里 就一个工厂 生产 生产 拆船的 就弄条破船 在拆那个破铜蓝铁卖 琼里叮当响 你想 他都为了拉拢 就全市 全国各地的民演员 到他去旅游 玩他 他给江黎的 第一个给江黎的 一套房 一百多瓶 你就是一个 建一个二层楼 给江黎的 江黎的 你别问江黎的 我从来不炸火 第一个就给他 后来就开始什么 给地平自己建 我说你这样招商不行 用原始啊 我说你只有建什么 建个福 他说福了怎么回事 我就给他讲 甚至给他照片看 那时候没有录像 咱还有没有条件 就是一般的手机 我给他看拍他 还真好 随意见的 我说就在家门口 在开发去 我说我给你认识人 连你认识人 那个范老板 那叫我朋友 好 我说你就建个佛在这扇上 从此以后 你就老了人来拜佛 烧香拜佛 老百姓不是这样 信佛 切手切眼佛 是吧 这以前 我跟你们崔玲 崔玲皮和武讲了 我要讲的呢 回到这个主题 就是你这个生意好 这是一个经济规律 你靠这种行政命令 把胡有造假欺骗 你就自欺欺人 自然就骗自己 对吧 互相骗 互相骗 这亲爱是吧 然后各个部门领导都坐在这 保证是请一个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 主管这个 招商应聘工作的 一般都是人事 主管管人事局的领导 和劳动局的领导 把他拿着讲话 下面有副市长 随随着讲话 讲什么讲 都是为了想当官 想完就完了 然后就是开始招聘了 小孩们都来了 啥了巴就来了 个人简历都送上去 一等 二等 回家又有个消息 一看 就是这个什么东西 作秀 是不是 再不就被他骗了 来吧 试用其三个月 人家干的挺好 告诉你 实在对不起啊 竞争太烈了 你暂时回家等着 我辞退了 你说要了以后怎么养你 劳动保险 医疗保险 保证是这样 太了解那些董事长总经理了 这个都是大董事 是吧 你得实在在把经济搞好了 要真正现在像1976年 粉碎四人包哪 部队要出了一个什么 这就是像那个 这个 当年这个 叶街英 而且没有叶街英 这种人物了 你原老是当年大董事长 是吧 一下把这个四人包抓起来 但有这种运动 假如给这个小小爷 一下挠起来 心别下台了 诶 那你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骗美国也好骗 你现在还骗美国也不好骗 美国不相信了 是不是 随便打仗你 是不是 所以看着这是物语 一看着这个吓唬油 你再看另一篇里 讲到中国这些经济形势 说房市崩盘了 说马上壁国也也破产了 今天你看 中共的会市完了 会市彻底夸了 中国的外汇储备告急 国人疯狂换汇 这就是一个 这个信号 就是人们的 赶快把人民币的钱 变成美金 加币 关键 来不及了 你看 经济低迷 外资加速撤离 这是外媒网报道 他说 不仅加剧失业的问题 也威胁中共的外汇储备 路透社 近日报道 国人正疯狂用人民币兑换美元 金额在24年1月 达到历史性高 为了阻止境外股户 把资金转移到境外 中共当局正不一余力地 恰断一切资本外流的可靠途径 就整天琢磨了怎么限制别人 还不显示自己 没这个本事 就反而会辞职吧 干什么干 是不是 你就想想你不下去的话 啥事都办不好 是不是 还是琢磨怎么限制老百姓 越这越麻烦 人都有逆反心理 越别让人往境外会 人越会 说此外 一位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 拍摄的视频 视频爆料 他在中国银行兑换的美元纸币 在美国消费纸币高 这是假币 你就想想 假币都进了银行的 你就想 烂到什么程度 我不去多讲了 你们自己看一看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 这是经济规律 你看今天 还有篇文章 其实也是讲这个事 就是 他就是发广条消息 说什么呢 中国犯罪团伙 利用加密货币 洗钱数十亿美元 他就有些人 他不买了 加密货币 我不懂那什么东西 加密货币 你在他买完之后 他是国际化的 他通过其他方式就转出来 在海外就卖掉了 对吧 他说中国犯罪集团 都在利用加密货币洗钱数十亿美元 其中包括呢 向美国供应物体或中国诈骗 在美国的受害者筹集的资金 这片面上是发广的一篇报道 你可见 这个中国现在很大的麻烦 想这个再搞些以后 这样讲吧 就可能一切切离了 刚开始是什么 现在是一笔几 一笔几 我不太清楚 比值是多少钱 你看这里 这里还讲个消息 说以前呢 一次性换汇是五万 五千美金 五万 五万美元 各是百千 五千 你看 他说这个 此前有报道 陆媒第一财经报道 一线城市的中行 建行 招行 居民货汇 最大量较大的银行 对一次性 这个货汇啊 五千美元以上的需求 大到大到大多都要至少两千钱余 你看 连五千块钱都要预约 由于预约量较大 还不过银行 甚至要提取超过一千的美元 要提前预约 你现在就审批了 那再一点就不让你会了 整个就是死了 越这样 我跟你讲 人们就越逆反心 越强 所以越麻烦了 乱快换 越整越行 那么怎么办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在这 我认为就是这个 习近平本人来讲 这个专权造成的 什么事都是他来决定 恰恰恰恰恰的鼓吹 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还都听他的 这越搞越早 在恶性循环 你再看另一条文章 你就是了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的确是无上罪 怎么看出来 你看这个 辽宁日报今天看的消息 2月28号12点53分 在沈阳桃鲜国际机场 中国东航A330机型 直飞的MU 841航班准时起飞 他说 沈阳至莫斯科 六王返 直通航线 开通了 中俄两国在人民商务 文旅 探亲 活动将更加便捷 毁了 这其实准备打仗了 我跟你讲 这是将来就在 飞格了死了 这不做好备战准备 将来呼噜呼噜 往那运两种东西 一个是士兵 参战的士兵 炮灰 第二种 战备无子 战阵无子 枪炮子弹 防弹被写 无人机 开始 你看现在这不在这了吗 他说沈阳目前拥有18条国际和港澳地区的各货运输线 通达俄罗斯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的主要城市 接下来 他说要 他要根据需要 要推动辽水地区更高水平就要开放 这胡扯 你将俄罗斯开放就开放 俄罗斯正在打仗 你就想那怎么能开放 被你看这是被战的需要 而且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里 是歇尔盖 歇尔年可来出席活用 完了 你想就这些消息 你讲完之后 那人不能加速到这个美金的逃离 对不对 人心想 那就是赶快给那些小孩都转出去 钱被在国内抓了当作人 对吧 第二是国内的钱赶快转出去 变成死钱 打几张了以后 你就显得难民就从这个黑洞江跑出去了 是吧 谁也给你参战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大环境 没得好 吓死人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这也是今天刚刚从网上看的 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张晓明 说张晓明这次不是被免职了吗 这是很大的事 因为他是中年办的 说是和傅晓天有关 这就有点吸引力了 人们肯定兴趣盎然 承认中共港澳办主任 中年办主任 并在香港港澳 系统工作30年张晓明 被免去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职务 而香港一些建制派的政党 对此表示谨慎 不敢读评论 最议人关注的是什么 有人讲张晓明的居称和傅晓天关系 可能认为如果说真的傅晓天和秦刚俩有这个事的话 一般这种女人都随这个社交场合的交际化 保证不可能是一个男的 他可以如果能和一个男的他在别的男的谈 基本上炮友不会是一个 何况那么华智找人那么漂亮的比较开放的这种伟练 这个他完全有可能啊 他这边都无这种大会儿是吧 你看张晓明这个人在香港啊 这个知名度很高啊 怎么知道大家都知道以前曾经他有一幅书法作品 竟然卖了一千多万啊 这个实在是离谱啊 这篇文章今天也提到了啊 我都有印象 因为本身我喜欢啊 我经常看一些报道 他就讲那个举报这个张晓明的 确探的事情事实方面其中有一条强大 这个2016年张晓明的写了一幅书法 大家都知道您的美术作品呢 都是有价格的 因为行市行价 你要太离谱这肯定就是说 就不正常对不对 你想你在这写的好 怎么可能一幅书法 还是这个一千八百八十万 这太离谱了 你如果说一万八千 哎差不多少 一万八千 你只要是有名人写的 一万两万的房门也不是很多的钱啊 因为国内我知道 你看那个我那个老师 他是搞钻课的啊 他给人课的图章就一万 人的币啊 那时候在2006年50 2007年我上台那里在 在那启福新村 启福新村三十万人口 是联合国 也就在广州旁边啊 派遇的地方 差不多就是了 那时候我接触了好多当地那个书法家 有的不是很有名的 只要你写的比较认真 这个是原创 一般来讲 卖个两三千四五千 人民币都很轻松 不是有名的 是吧 你想那时候我刚开始出来我写的也不是太好 跟着我老师学的时候 但是当时有点知名度 再加上我的老师金鸿啊 他在推荐推荐推荐 卖个五千到八千 他也就相近一万以内的那 卖了不少真的 像他这个张晓明这个 因为他本人是一个职务 是中联办的领导 应该讲他也算是名家吧 就是名人 对不对 你说要卖一万八也可以 说十八万就够离谱 他来个一千八百八十万 而且呢他有最大诡异什么 买他这个人叫高静德 高静德是什么呢 是竟然是个红色字笔家 是政协委员 还是什么呢 由这个中联办介绍 他和中共驻港部队有生意 那可不是吗 驻港部队里面买那些物业管理 还有那些物资 他用通过他来办 那你看这个就是不正常 这基本属于官商贡协的 而且他有一个组织 看中国网站说呢 这个就是海外太多组织 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 说这里这个组织 属于江派曾宪文这个系统 说举报信 还重点揭露 这个名下字画贵族物品呢 你想他要收藏名下字画 这也很正常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 香港有那么多的 港澳有那么多的画家 书画家 是吧 那些人送给他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 那个是 关键就是他卖这个书画作品 你们哪就很不正常 1880万呢 是我看错了 是不是 看中国网站给打错了 一个188万 也够离谱了 是吧 可见什么呢 他这个如果是真追查 他这个贪腐的责任 那就是他占错了 不是因为贪腐 他是因为什么 你看曾宪文的背景 对不对 因为香港那以前 的确是曾宪文 他哥哥曾宪怀嘛 是吧 曾宪怀是以 这个特派员的名字 在香港活动 很多人都和他有功对 你包括有一些 反共的一些杂志 都和他有来往 我都知道 听他们讲过 谁谁还见他们 是不是 因为他要搞统战 那些杂志的社长编辑 他见了不少 应该讲就是 就是这个江泽民的时代 他不像习近平搞的 这么极端呢 有的时候他们还搞的 还能缓缓缓解矛盾 你比如说 他允许这个前哨 开放这些九十年代 什么争民这种存在 是不是啊 这争民他还留点 一些小子留地 让你们在这里宣言宣言 对共产党的不满 然后他再利用这个阵地 释放释放 攻击政敌的一些消息啊 就不管怎么 还给那些穷文人们 穷不垃圾的文人们 留个 留这么一个小地方 能赚的搞废话 是不是啊 你就知道 多多少少他愿意 让一些人 他不喜欢的人 生存 那习近平一拿到手 又彻底完了 你死我活了 你就死了 你死我活了 要怎么人都烦了 是吧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那么至于是 张小平和傅小天 有没有一腿 这个我认为 完全有这种可能 因为你 你这个疯狂卫士 本身在香港办的是吧 他是个场面的人物啊 这个就不太清楚 到底是他俩什么关系 我相信 这些消息都不是空血呆风 你这算有人给你 推不出来 一定多的少是无分不齐了 是吧 才有这个议论呢 那当然了 具体什么原因咱不太清楚啊 就要看下一步 因为中共现在公布这个秦冈的案子 搞得现在一头雾水啊 今天上我看 那个高新写的天文 他讲的有道理就是 关于这个秦冈的路马 他说有不见的就是 就是包举情况啊 他就比对了一下就是这个 王立军的事 是不是啊 其实人们都不知道 现在有一个人 抓进去都这快十年了 是吧 十多年到现在还有个职务 没给他撤职 什么职务呢 不许来是大连 不是大连 是中国 拥有协会 拥有协会的 就会长了 你被你们查吧 他有个职务 到现在也没没听说 是给他免职了啊 你从这个角度看 就有一些他没压着程序 其实因为什么他没公布 对不对 现在这个秦冈的事主要是什么呢 咱们基于这个事实啊 比如故事 本身太不完整 就这个信息本身就是支离破碎 就特别少啊 这个我估计主要最有主要里面 就是什么习近平亲自提拔 因为他交代多了以后 鼓励习近平的面子 那习近平这个人不就这样吗 不用习近平自己把握这个事 他太麻痹那些人 就要菜鸟就空着 所以关于他这事 再不要往外提出消息了 这个到时候就是 两会之前呢 就公布辞职 交好 是不是 一定可能有这个原因 那当然再看看过几天 两会开完以后 还有三中全会开完以后 有些事情才能变得清晰起来 最后还有个题目简单讲了 就是赵克志 赵克志的秘书 叫山西前副书记要离 商离国被散开了 这是也是看中国网站的消息 他就讲到山西城的一个副书记 叫商离国最近作案了 他为什么说 他说因为 他曾经是赵克志的秘书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肯定呢 就是说 如果让大家议论 就不是因为虎 是因为站出了队 因为赵克志 又不能感觉 大概已经说了 一个是你看 这个 这个去年年底 春节签 叫公民签 法司斗 团队会 对吧 都给老干部 请出吃个饭 只有公安部 我和小虎这理都没理 就是赵克志 人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 都有这个名堂 点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名 唯有如此 这个公安部 提米提 那证明就是 这个赵克志已经劣被低了 在一个团队会上 团队会上不见身影了 团队会你看 他有那个这个好多人都露面了 说郭升坤也露面了 没有赵克志 那证明告赵克志问题大了 这主要是因为什么 一个他干公安事件比较长 另外以前当个合比省委书记 是吧 宣动 这都是这么讲吧 在地方肯定前面少整 再加上王小虹 习近平把他派遞去以后 赵克志一直在抵制 对不对 你怎么看出来 你就看这个郭飞雄这个案子 郭飞雄发的公开信 是吧 在登记之前在上海 他为什么给李克强发公开信 和赵克志 他不给 不提习近平 那就证明 发股照的是赵克志给发的 对不对 李克强给发了好照 结果促弄了这个 习近平 习近平拍王小虹到机场 直接给他抓回来 社长给他关到监狱去 你就知道 他这 郭飞雄是夹在这两派斗争当中 是吧 那一派就是李克强和赵克志 还有点底线 我认为他已经 复刑完了 政治权力不过三年 你看怎么样 就给人护照嘛 挺可怜的 就走去走啊 习近平说 那不行 是吧 我就是要这个劲 你得给我回来 是吧 回来再抓再管 你看 就是你通过这个可以看 他们对赵克志意见达得 所以本人认为啊 如果赵克志真的是这个 这个上离国 如果真的是赵克志的同意的话 那抓他的目的就是那个捡群饼 就像对待那个李存诚 周永康一样 那不刚开始也抓这个这个刘汉吧 是吧 抓刘汉他的目的 就通过他的挖这个被冠名刑贿的线索 然后再再实际上这个重点人物啊 因为像如果赵克志被抓的话 被判刑 这不是小的事 你要在中纪里那个全会上的通过 对不对啊 罪证的通过 你不能瞎别人 有那么多的人在看着材料 因为他级别太高了 你想这绝对是正部级 你想你想公安部是什么部 所有部当中的No.1 是不是 所以肯定这个正在整他本人认为 那上离国也就不会就是一个 这么讲吧 是被他牵连进了这样一个人 我让他检举界吧 这个赵克志 然后给他个立功表现 估计将来给他判死活 关到监狱里 叫什么 人要关到死 这个信息啊 永远不能猥亵 用那个大连国安那个科武郑强的话 讲的是专业话 他讲的叫什么呢 兼职知情范围 当时给我抓的审讯 我们就讲嘛 讲一篇啊 抓你的目的 对我们搞安全的工作来讲啊 就是 安全部的意见来讲 限制知情范围 说为什么给你家在旅村还用信息 限制知情范围 我到现在想这个词是 非常作业化是吧 估计这个 这一次也是一样啊 好 谢谢 再见